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最酷的旅伴 Lisarch Bilange 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紀錄片 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提名 也在很多地方得到了最佳紀錄片的獎項 感謝片商的邀請 我在上個禮拜看了最酷的旅伴的特映場 導演就是片中的兩位主角 安妮華達還有JR 一位是才剛得到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 法國電影傳奇人物 另外一位則是法國利用街頭塗鴉 或者是攝影的網紅現代藝術家 安妮華達今年高齡90歲 JR今年35歲 兩個人年紀相差相當的大 最酷的旅伴主要的故事就是 這兩個人開著攝影車 在法國鄉街裡面去認識人 替人拍照的故事 聽起來有一點點像是醒腳節目 不過不只是這樣 他們會為當地他們認識的人拍下一張照片之後 然後放大輸出貼在牆壁上面或者是什麼樣的地方 形成一個像是巨大的壁畫一樣 產生一種很特別的觀感還有景致 進而帶來一些很不一樣的意義 最酷的旅伴原文的劇名 Visage Village 其實就是臉龐還有鄉村 這部電影一開始原本的計畫 也就只是這兩個人到法國的鄉下去幫人家拍照了 但多了放大輸出這件事情之後 這件事情就不只是紀錄下他們認識到的人 放大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尤其是你把一個人給放大出來之後 所製造出來的意義是很不凡的 一般來說只有英雄人物才會被人放大成一個讓人仰望的形象 這兩個導演其實一開始有這個意思 就是把這些平民百姓給放大出來之後 讓他們成為一個鄉間裡的英雄 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你看了就知道這事實上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每個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英雄都有值得被放大的一面 安妮華達她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每個人都有故事 平凡但令人印象深刻 我從來不拍功成名就的人 只對街頭百姓有興趣 也樂於傾聽他們的聲音 她特別注重這樣子的人物 特別去放大每一個人都有那英雄的一面 除此之外他們這樣子的行為 他們會讓這些人得到一個被肯定的感覺 這也往往是我們在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如果能在她身上發現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很厲害 那就會讓我跟這個人之間產生了一個連結 在這兩個主角的身上也是這個樣子 安妮華達和JR這兩個導演其實原本是不認識的 因為一通電話認識之後決定合拍一支短片 結果越拍越長 越拍越大 最後就變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支完整的紀錄片 我喜歡這個翻譯劇名最酷的女伴 雖然說她跟原文的意思 不管是法文或者是英文都扯不上關係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覺得旅辦這個詞對我來講是很有印象 很有感受的 能夠一起去旅行的夥伴是很難得的 甚至比起一起工作的人或者是住在一起的室友都還要難 因為旅行不像是工作或者是過日子那麼的簡單 她在短時間之內要做很多的決定 而且旅行這件事情就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共同的表現 除非你只是一個很有目的地的要去哪裡而已 但那對我來講那種不算是旅行 那種比較算是觀光 每個人自己的想法都會在這個時候跑出來 然後產生衝突 於是這是很容易了解一個人的時候 在旅行的當下 而最酷的旅辦我覺得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這兩個創作者在拍攝這支紀錄片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見他們都很欣賞彼此 挖掘出他們之間的共通點 也為對方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經歷了很多故事 安妮華應該可以說她是一個很可愛的老阿嬤 法國電影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 雖然已經是非常有地位的人了 但還是對創作啊 抱持著非常有樂情 然後非常開放的態度 這點讓我覺得非常需要學習 我也非常羨慕他們兩個人的這一段經歷 產生了這麼珍貴的一段友誼 拍出了一個這麼精彩的電影 充滿對人的關注 對自然 對生命 對歷史 對文化 如果你對人文啊 藝術 電影 或者是法國的鄉村有興趣的話 我會非常的推薦你去看這一部最酷的旅辦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Robi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